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早前我們編輯部Hugo 在視聽展上訪問了 Hi-Fi Man行政總裁邊訪博士 和Cord的CEO John Franks 談了很多產品的製作意念 和了解了他們對未來的市場方向 如果有興趣細月專訪長文的朋友 就記得去新聞中心看吧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今期二話 天龍最新推出一款13.4星度的 8K家庭影院旗艦擴音機AVR-A10H 由天龍音響大師山內神一親自調教 機身採用三層結構設計 內置OFC無氧和曉製火牛 更加上用上了9.2星度發燒級 ESSDAC陣列 實現頂級多聲度解碼 每通道功率輸出高達150W 搭載Odyssey Multi-EQ XT32 和Direct Live音場交證技術 支援四大電影音效格式 和Sony 360 Reality Audio音效 8K 60Hz 和4K 120Hz 等 HDMI 2.1 功能就當然不少了 更加兼容Dolby Vision 等 HDR格式的輸出 無線接播方面 也支援HEOS AirPlay 2 和Spotify Connect 等 新機預計在今年11月推出 定價是4,699美金 香港的發售詳情 就要有待官方公佈 馬蘭市最近宣佈了三款新高階產品 分別是Model 10、Link 10N和SACD10 Model 10是一款Duo Mono的發燒級立體性擴音機 擁有三層同道層機箱 內部採用分離式設計減少干擾 每聲度用上獨立供電 前級放大器用上馬蘭市最新一代的HDEM模擬電路 功率輸出達250W 新機有兩個平衡XLR輸入 三個模擬輸入 和一個MMMC唱放 還有平衡和非平衡前級放大輸出 同步量上的Link 10N是一款網絡音樂播放器 支援32bit、384KHz 並對應AirPlay 2、Spotify Connect、Tidal Connect等的播放方案 暫時還未有定價 至於SACD10監聽級SACD機的詳細規格 就有待官方進一步公佈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我們的最新報道 Samsung新推出了兩部4K超短焦雷射投影機型號 Premiere 9和Premiere 7 Premiere 9用上三色雷射光源 擁有3200ANSI流明亮度 建議零售價是59,980港幣 小室已經拍了一條評測影片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Premiere 7用上單式雷射光源 擁有2200ANSI流明亮度 83% DCI-P3色域 離場30cm左右 就可以投影出100吋的畫面 更加配備30Watt 2.2星度系統 搭載Fission Booster 和AI Upscaling畫質增強技術 支援Netflix和Disney Plus等串流播放程式 Premiere 7的建議零售價是34,980港幣 BNO新推出一款主動降噪頭戴旗艦無線耳機 Bioplay H100 設計靈感來自BNO標誌性的Biolab 90喇叭 新耳機用上模組化結構 頭戴用編織紋理布料包裹 耳墊用柔軟小羊皮革製造 耳罩配有抗刮玻璃觸控面 H100配備40mm定制泰驅動單元 降噪能力是上代H95的兩倍 還有BNO全新的Earsense技術 可以根據佩戴者特性實時調整聲音 H100支援24bit 96kHz Hi-Res解碼播放 兼容頭部追蹤技術 和Dolby Atmos空間音訊處理 搭載True Transparency 和Quick Listen環境通透模式 主動降噪功能開啟時 可以持續使用32小時 充電5分鐘就可以用到5小時 Bioplay H100提供暗夜黑 時光沙和樂日杏三種顏色 官方定價是11998港幣 Kojo Technology新推出一款 即插式大面積接地地插 Crystal EOPG 用上8個電器雙層電容 排列成輻射狀圓柱結構 提供大約8000萬平方尼米導電表面積 相當於一個足球場的大小 為音響系統的供電帶來極支顯著的接地效果 而三段式的設計提升了產品的擴展性 透過連接兩個以上的Crystal EOPG 可以將導體表面積翻倍 令Crystal EOPG在未來音響系統內 有非常廣闊的應用 同時Crystal EOPG 可以與Crystal EG或Crystal EP 共同組成Kojo模擬接地三神器 全面提升音響系統接地效果 有效抑制各種電池干擾 它的售價就是港幣8999 消息指Sony準備在2024年9月上半月 發布新款PS5 Pro光碟版和數位版 外形上與PS5 Slim非常相似 同樣是白色機身 以及有兩個USB-C接口 不過兩邊的中間位置 就有三條黑色條紋 和整體機身厚度都會厚了 聽聞PS5 Pro的GPU 具備30組WGP單元 頻率可以高達2.35GHz 同時還支援AI驅動的 PSSR超解釋度技術 PS5 Pro預計會在2024年12月6日上市 光碟版和數位版定價分別是 699.99美金和599.99美金 Apple將會在香港時間9月10日 凌晨1點舉行發布會 主題是It's Glow Time 並會在YouTube、Apple活動頁面 和Apple TV應用程式等平台上進行直播 意味著我們有機會可以見到 全新的iPhone 16和AirPods 活動焦點相信會聚焦在 全新Apple Intelligence 他們首次將AI融入到原生iOS生態當中 重點保護用戶私隱和個人資料 以及增強用戶功能 硬件方面 預計發布iPhone 16系列 和會推出新的AirPods型號 還有Apple Watch 想知道更詳盡的資料 就記得準時收看直播 Cord推出了新的主動式光纖HDMI信號線 ClearWay HDMI AOC 擴大了ClearWay系列陣容 實現長距離高效能傳輸 新線鑊最高的OM3等級認證 兩邊插頭用上了新一代的晶片組 有效提升長達20米的傳輸表現 支援最高48GB頻寬傳輸 ClearWay HDMI AOC 可以提供3米、5米、8米、10米、12.5米、15米 以及20米的長度選擇 售價由120英鎊起 9月10日的Apple發布會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 到時我們都會出片 跟大家講下新產品的資訊 我會追他們剪片剪快一點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錯過 還有記得都要like、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 下次再見 拜拜